透視疫情 解鎖密碼 透視疫情 解鎖密碼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宗塑掛 在上一集的節目中 我們已經介紹完 水澤節的第三侯和第四侯的藥子 接下來 今天我們就要來介紹 這些第五侯和第六侯的藥子 我們先來看五侯的部分 九侯感激自往有送 標誌的解釋是說 心甘情願自我這些 可以在這裡結束的結果 在這個時候 前進都會受到百人的尊重 為什麼九侯選擇 反正自己的意見一向 反倒回來會在這裡結束呢 相傳是這樣回答的 《感激自自居為衷》 意思就是說 因為九侯坐在中情自尾 這就表示 願意、歡喜、接受 需要自我控制的一件事 在這裡一點就不會感到免許 所以才可以在這裡結論 經過過程的現實 九侯擁勞去擁有 是這位的情形 但是九侯和九侯之間 並沒有保障對應的關係 九侯是這鍋的鍋主 表示九侯的精神 最適合水澤節的這鍋 中心屬性 九侯擁在水澤節的上鍋 牽液水中的胃口 蓋上有土的和麵衣服 也有身後、性感的現象 九侯雖然是工工、工事用力 但是因為它可以持續中情自得 而且在做事情的時候 九侯知道 要如何將其中的分寸 就算過程中 九侯的感覺委屈到孤單 但是它悠然、感染做、發肥、收 願意自我控制 做其他人的奉勇 所以九侯才能在這裡 現身的輔助和佩生的支持 有結成的好結果 跟大家來分享一個故事 以前有一個年輕人 他每一天都用倫意 撒他的爸爸去散步 有一個年輕人等了一位 來陪他探望朋友的叔父 他就生心生意去問叔父 請問叔父 我的爸爸沈想入獎之口 六十歲 他就中風在那裡感染 每一天都要想到白天的節目 我應該要怎麼做 只能減薪他的負擔 我聽人家說過 言之效者是言秋孤 共養佛菩薩 人家這麼常說到 都避充給白天的 這樣就可以消毒他們的協調了嗎 這是真的嗎? 明白 世傅麻煩 師父戳嬌自己讓他佔 리 他告訴少年人勞 身體會發生 Go 你的身體是背部給你的 應該要用心、要讓吃得到 不應該隨便到傷害你的身體 這樣才是真的好處 你如果想要分擔你爸爸的痛苦 我建議你應該經過用心來背叛他 就算過程中會遇到很多麻煩和苦痛 你都不能有一瓶子的押緩 要心甘情願發出內心來照顧你的爸爸 只要你穿得過了 無論最後的結果 是氣還是鼻 你也沒什麼遺憾了 開心接受這個結論 對你來說也是一種的結想 後來年輕人照顧父的建議 加背用心和體貼在照顧他的爸爸 除了每一天送他的爸爸去散步以外 他要請他跟他的爸爸來開工 雖然沒多久的時間 他的爸爸就這樣過生氣了 但是少年人已經感覺很溫足感恩了 因為在他的爸爸人生最好的改動 他們要當共同創作出這麼多美好的回憶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最後我們來看水澤節的第五狗狗狗的總結 所以才可以在這裏收到獎人的尊敬 在這裏結尊的好結果 接下來是水澤節的帝郎后妖宿的解釋 最重要的苦劫真相輝煌 最重要的妖宿解釋是說 過分的摘扎只會讓自己太過分 在這時候若是要過太過激 無關於改天的月就會遇到鄉下 不過不會有過分 相傳的部分是這樣說的 苦劫真相 祈禱窮 意思就是辛苦在控制自己 堅持政党 最好只能得到無好的結論 這是因為領略目前已經糟糕沒路了 經過過程的現實 領略陰後期因為是得意的情形 但是領略跟六三之間 並無可相對應的關係 領略坐在水澤節最重要的位置 表示這段就要結束了 因為在人家的位置本身就有極端的含意 所以就請求邀主來臨所說的 有五日間也有陰相用這種無結理的情形 結合以上的解釋 我們可以知道 官司如果是做得太超過 或是不足都沒有理想 剛剛好就好了 如果沒有 很可能會害自己 有陰相用這種無可相對的環境 最好我們來看水澤節的帝人偶 陰陰的重點 最好陰陰的記憶 因為正在極端之位 表示最好陰陰控制過度 也不知道該進的關係 他自己留著一米沒有的科試 非常困鈍的疾病 大家學藝經 做人出事可安心 身體健康心安靈 當主求財必得利 做學藝經 家庭幸福英國心 休息路上可建成 三中刷掛節目 付出帳號 數二二七四七八十 賦名 十方法改基金會 歡迎回來三中刷掛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故事 是偉大來自一個勇敢的開始 的動力 有一個少年人 因為家裡很善良的關係 想來到大廚市找工作 但是根本就沒有老闆 願意請一位 沒有老闆 就第一要離開大廚市進行 他請人生一場 一場 配給當時 真有名的銀行家 向對方完蛋 命運的不公平 幾天之後 第一 辛苦的錢都開完之後 準備要來替房離開的時候 旅館的老闆 交給他一場 來自人家的肥胖 在肥胖裡面 人家並沒有當中 他的作品 只有寫一個故事 他說 毛病的海洋裡面 住很多的肥胖 大部分的肥胖 身上都有肥胖 肥胖 肥胖 產生的肥胖 可以讓肥胖 在政治的狀況之下 埋在盤空中 但是有海洋霸住 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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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因為只要他一停下來 就有可能 沉在海底 死亡 為了要成功 肥胖 肥胖 不停的運動 而因為這樣 所以他發展出 強健的體格 和強大的力量 成為海洋之中 最快派 最快可賣的肥胖 在普遍的結尾 人家跟對於少年人說 這座山市 就像是海洋 它過了很多人 但是成功人很少 你現在的境遇 就是親像沒有肥胖的生肥 少年人思考了一項 第二天 他就跟路冠的老闆說 我不要心水 只要你讓我三個回家 我就可以留下來做風聲 路冠的老闆 老闆老闆 十年後 少年人成功了 他成為醬油大獄 你就有很多財富 而且 帶了當年 那個人家家的女兒 過得幸福美鳳的生活 這個故事跟我說 每一個人的心情 都有誇張 在人生的當中 也會遇到很多失敗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都應該要有一個勇敢的心 為台來自一個勇敢的開始 我們都有勇氣去面對所有的條件 進行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訓導 這真是可以得到出頭天的好機會 誓謠代表的是 詹謠代表的是詹謠者本人 詹謠代表的是詹謠者 所要問的人 詹 詩 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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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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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上 印瑶永远跟他隔着两个瑶位 而且 他们的位置是相对的 就是说 是瑶在天瑶的位置 印瑶也一定 在天瑶的位置 绝对不会发生 一个属于人瑶 一个属于地瑶的情形 接着来解释口诀 天同二是天变五 指的就是 在天瑶的阴阳 是一样的状态下 是瑶会在二瑶的位置 印瑶在第五瑶 但是 当天瑶的阴阳 不一样的时候 是瑶就会在第五瑶 印瑶在第二瑶 以此类推 地同四是 地变出 意思就是 在地瑶的阴阳相同的时候 是瑶在第四瑶 印瑶在初瑶 当地瑶的阴阳相反的时候 是瑶在初瑶 印瑶在第四瑶的位置 相较于刚刚 我们都只有看到其中一组瑶的阴阳属性 在口诀第三句 三同六是三意识这边 我们就要先比较完 天 人 地 三组的阴阳 如果 如果三组的阴阳属性都相同 是瑶就会在第六瑶的位置 印瑶在第三瑶 如果三组的阴阳都不一样的话 是瑶就会在第三瑶 印瑶在第六瑶 口诀的最后一句 人同游魂 人变归 这主要是在辨别 游魂挂跟龟魂挂的 是瑶及印瑶 在这边 同样也是三组瑶的阴阳都要看 如果 人瑶的阴阳相同 但是 天瑶跟地瑶的阴阳相反 就表示 这是一支游魂挂 游魂挂的适应 直接背起来就好 游魂挂 是瑶在第四瑶 印瑶在初瑶 如果 人瑶的阴阳相反 但 天瑶跟地瑶的阴阳相同 就表示 这是一支龟魂挂 遇到龟魂挂 马上就要反映过来 他的 是瑶在第三瑶 印瑶在第六瑶 忽如八万四千的法文 来对地中心的烦恼 就好清楚一支歌 可以非常多的民兴 来解释重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 随着这五瑶变后 变成亚挂对卫者 最歌 昆卫地的地责令歌 以及 人瑶变后 变成亚挂是对卫者 最歌是姓威风的 风泽中呼歌 这两种的歌声 分别特用在国中问题的分析 首先是财温和豆豬方面的问题解释 在六合歌 随着五顶或干几档的时候 出土的干几档海水下滴 表示你最近的财温 有气也有热 虽然可以贴到财力 但是过程中 也有些生息 建议你在家煮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时机 一定要顺应经济行动 千万不要疼心 在六合歌 随着着的 人后 兄弟当时 煮水的兄弟 当妈妈的祖孙 几会赤财 赤财 兄弟当必须赤财 代表你最近没有适合投资 不但破财的纪律 很大 兄弟 要因处压重 受败和麻烦 接下来是感情的部分 仅对还没结婚的男性 在五合出土的冠鬼 当海水下滴的时候 在后七世 对母亲有九王对象的人来说 表示你跟你的女朋友 的感情很稳定 现在是适合结婚的好时机 在六合煮水的兄弟 当妈妈煮孙的时候 适合做纸会赤财 应该做生金的白毛 适合幼乞 代表目前你们的分数 会受到很多阻害 可能要等到明年的春天 才有繁热 顺利来尽力 对已经结婚的男性来说 在五合出土 过几档的时候 过几档海水下滴 代表你们父亲的感情很云来 美好想来采议 是一堆人人陷生的无凡父亲 在六合煮水的兄弟 当妈妈的祖孙的时候 一会的赤财 赤财 没得这句话 就是在提醒你 你平常应该要 花一些时间和心思 来背叛你的太太 不要整天只想要跟朋友 出这一桌 以便应用到父亲之间的情意 尽管要结婚的路上 在五合的歌几档的时候 失败的歌几档海水下滴 所以会有多指挥赤财 你的分数会一直没有进展 就是因为你的朋友 没有想要结婚 结婚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可以着急也不可以免疫苗 建议你尽是生命的太难了 先用心保佑感情 让这段关系更加稳定 只要在未来时到达 而且你们也有灵力负担结婚 以后的生态是自然你们就会结婚了 在人后认识在当时 主主人在当务目的主孙 代表你最近的感情很不顺利 不但有婚姻染性的问题 在那里面的原因 跟真正的男朋友的情意 没有长青棋的关系 互相在那些个个地 对已经结婚的路上来说 在六合国 随着五合出土的歌几档海水下滴 变成地责连的时尽 才能够知识 表示你和你的身世的感情和海 家里面的气氛和落美丸 在六合国随着 人后主席在当务目的主孙 变成风则中午的时尽 小偷坐纸会赤材 能够坐身心的白毛 自身有合有却 尽管你不听太多人说的话 因为你无法清楚判断 对他们说的是不是正確的 你很有可能 因为这时的气氛和衝动 做出对有这些感情不理的情形 所以不管你听到什么 某个人一定要保持理理 要自己想办法去得答案 所以才是直接跟身心来扎证 千万不要别人说什么 你就相信什么 健康的部分 在五合适逃过几个人的时尽 过几个人海水的陷阱 代表你的感觉 生活不舒服 真有可能 因为家里面 有祖先发生 倒榜的状况 倒榜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 在这个女生出事 会当下 确定有平安出事 但是后来 因为国众的原因 他没有顺利来中台 要接了 第二种就是 要不要娶母生女 就过心了 无效待 可以座败的男人 第三种就是 不生好生 就过心的男人 建议你可以调查一下 没听到你的背景 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孩子 在外头主水農的当时 那时候 他在外面的主水農 最后七世 虽然你的背 但不是完全不能mania 所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只要你内心接受治疗 总有一天 就能回到健康的身体 然后是学业方面 你們在五月刮鬼當時出土的刮鬼當海水的兄弟 洗澡多指揮食材 代表你當時有副業表現不好 生態調查某的問題 不過只要你輕人真學識 不用教他學黨完成學業 在六月兄弟當時 煮水當時當老婆的水準 替你若是你不想用心學識 你的生意就不會替生 有幾句話說得很好 眾人都知道認真可以進步 為什麼要有人不認真呢 有很多人願意認真去做 就代表你要放棄很多 享受更快樂 一定要肥心自己才能進步 但是這樣心態反倒會阻礙你向前走 只有你發自慰心 清楚 知道自己想要的事 你才能付出行動去追求 這才能夠提升成功的紀律 工作方面在五月後出土的高貴 當海水兄弟時 洗澡多指揮 表示你最近可以到達很好的台風 但是青春的部份總共就很不六關 建議你不要抱太大的期待 在六月主水兄弟當老婆主孫 在六月七歲 白木齊營 代表你這段時間的工作運很好 不但工作的部份非常穩定 你也會想到公司的重置 這段不錯的台風 官司方面 在六月後出土的高貴 隨著五月後出土的高貴 變成低責任時 出土的高貴 當海水兄弟 只會出財 表示這段時間 近年到現在這個台風 總共對你相當不理 基本上已經可以確定 你有財務上的勝出 你要有心理準備 在六月後出土的高貴 變成豐澤總補的時候 主水的高貴 當老婆的主孫 只要無情的局勢 來看你的影面不大 百姓的特用性很高 加上要讓高貴 你協助的因素 所以你最好要付財 對方 公司經營的部分 在五月後出土的高貴 在五月後 過幾年海水的兄弟 代表你最近的事業運 很平穩 只要你按部就班 腳踏實的經營公司 不要貪圖利益 導致太多資金 基本上他們公司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在六月煮水兄弟當時 兄弟當老婆的主孫 設有多錢費的奢財 應有多薪金的賠償 使用上升有上協 兄弟當協債 雖然你們公司 目前是有錢的狀況 但是你也不用太早放棄 經過過程的原因是 明年春天就會專機出現 建議你要好得把握 做錢和貸款方面 在五月後出土的高貴 當海水兄弟的時候 才會有七歲 代表你在做錢的過程中 會遇到很多困難 而且最後的結果 強行也沒辦法順利的意 你會含一遍 糾轉困難的危機 在六月煮水 當老婆煮水的時候 表示你不但要注意 照不到錢的狀況 那要有風 比人欺騙的情形 雖然你現在的心情很中急 但是你還是要保持冷靜 謹慎來處理 才可以拼命 其他不必要的生存 最後一個問題解釋 跟雍財以及吟財有關的 雍財方面 在五月後出土的高貴 當海水兄弟的時候 代表這間廚 的財氣很穩定 對家業相當有利 島主崩嶺山的部分 五月後的高貴 當海水兄弟才會有七歲 表示這間廚 未來不及格的空間 島主容易有影響 在雍財主主兄弟當 老伯主孫的時候 就是這間廚 裡面的氣氛很穩定 雖然現在對財運不離 但是未來會漸漸變好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島主崩嶺山的部分 雍財兄弟當主孫 雖然目前的崩嶺是落下 但是未來有很大的氣氛空間 甚至要能反悔成長 敬禮你好好阿爸 雍財方面 在五月後出土冠貴 當海水兄弟的時候 最後有機會的財財 表示你們島的祖父 是保備、交代、怕孫、 在雲和國門 都幸運的好風水 在人家煮水兄弟當老伯 主生的時候 代表你們島祖父的水神 安排無理想 會影響到財運的部分 不過目前的狀況 不是很嚴重 只要等元運轉變後 就會漸漸改善了 以上就是水舟桌 感謝你今天使用過 我們也會再見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